大家好,我是dexp,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recap一下router的角色 以及想介紹一個command給大家追蹤一下你和伺服器之間的每一個router 我們就開始了 其實我們什麼時候需要router呢? 當我們不是跟自己同一個network的機構溝通 我們就要經過一個router 假設我在同一個network裡面,我只是直接經過switch 或者hub就已經可以跟對家溝通了 就不需要經過router 假設我要離開這個網絡 去另一個網絡做溝通 才需要經過router 舉例的例子,假如是剛剛提到的192.168.238.61 這部機器,我現在要跟不屬於這個network的人 假設我現在要跟google溝通 google不會存在我的local network裡面 那我就一定要經過router出去 那我們怎麼定義 不是同一個network呢? 那就是IP的range within你的network裡面 剛才也有提到 如何為之同一個network,如何為之不同的network 通常來說,我們都有提到 家裡的router通常只需要管理兩個network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看看這個圖 假設現在pc1 你自己的電腦 需要跟google說話的 你就是192.168.238.61 那如果我要出去這個網絡外面的 那我就去這個192.168.238.10 就是我的router的IP 在我們自己的router的另一邊 我現在隨便做一個IP 假設這個123.45.67.89 就是你網絡的官用IP 他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這個123.45.67這個網絡上 究竟哪一個是router 對於自己的router來講 他只需要知道 原來這個服務供應商 最近我們本身那個router的 那隻router的IP 原來是123.45.67.1 我就會選擇這條路去走 之後後面那條路怎樣走 其實對於我們自己的router來講 都不需要理會的了 甚至去到最近google的那一步伺服器 就是router 之後就會駁通google 你可能會問我 中間其實經歷了多少個router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簡單的command 是可以研究的 那這個command的名字 就叫traceroute 我們回到剛才的cmd那裏 打這個traceroute 那route就選擇 tracert 打一個空格 將我們想去追蹤 究竟中間有什麼事的機 例如我現在打www.google.com 那我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按enter 你見到1號最近我的router 就是剛剛提過的192.168.238.10 那就是最近我們的router 那下面再出現的router 就是中間經歷的router 其實我跟google的這個www 伺服器之間 是出現了九個不同的router 十就是那個伺服器本身 那就是說經歷了九個不同的router 十個不同的network 在一個圖表上面 是看不到它關於initmass的資料的 因為其實都不關我們事 其實都會有一些例子 中間trace了一半timeout的 那那些呢 代表我們真的追蹤不了 我們跟對家之間 是有什麼的router在這裡了 這個就是traceroute的command 可以讓你簡單的了解到 你跟對家之間 是會有什麼的router出現 那你可以用這個command 來試一下你日常會去的網站 看看中間經歷了 那是怎樣的network 你可能會找到一些很有趣的東西的 今天就簡單分享到這裡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 關於router 或者網絡上面的問題 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幫到你呢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subscribe給你的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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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